詞曲 李宗盛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是在更新文教院 還不是在後來的地址 有一次我們當然每天晚上也是七點到九點 老師常常都是上課超過九點鐘 有一次我到的比較晚 大概差不多六點四十五、六點五十才到 房間裡面全部坐滿了人 結果我只好站在外面 站在這個窗子下面聽老師 整整聽了兩個多小時的歌 那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那個時候大家學國學的心情跟現在差好多 我還記得我在老師那邊第二年 我們一樣辦一個招生 在老師那邊上課 招生之前 每個人都要叫一個讀書報告 第二年我們就已經到了新的地方來上課 那一年招生光收進來 想要報名進來的讀書報告 就有兩、三百課 然後那年開課的時候 第一堂課有一個語課就是一百多個人來上課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是 每次讓我們想起來 通通都非常懷念那時候 我跟大家先報告幾件事情 第一個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從老師那邊學的 還有我自己看書的一些了解的老子 我們老師講的這個 跟學校裡面講的是不大一樣 我要跟大家報告幾個 我今天講的老子有幾個不是 第一個 不是一個真正按照正統哲學系 中文系或者歷史系學的老子 我不會訓誤也不會考據 我們老師講的是希望我們把書裡面的詢問 能夠活用出來 所以我也要跟大家講 我自己本科並不是文史澤出身的人 所以來講這個其實是蠻惶恐的 但是老師曾經講過一句話 讓我覺得蠻有鼓勵的 老師說中國的讀書人很少 通通都是一輩子通通都教書過的讀書人 中國古來的大哲學家大師講家 絕大部分通通都是在朝裡面做了觀 或者在社會上經歷過了以後 然後才出來寫書 是利用他的人生的經驗所寫出來的書 所以我能夠跟各位報告的 我講的這個老子不是去翻書 做一大堆考據 那個是我不會的也不是我的專長 可是我可以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是我覺得是用我自己這麼多年來 社會的經驗我真正的生命所學到的東西 來讀這個老子 然後我是把這些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 老師說好好讀通一本史書 你什麼書通通都可以看得到 玉老師他講的他講課的特色 我們跟玉老師學的講課的特色是蠻新的 我想每一個學長都有不同的解釋 可是以我自己的體會 他有兩個其實很重要的特色 第一個是一金解金 我們老師另外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一字一意